本土病例还是在增加 昨年应该是744 今天是874的本土病例 台湾再增874例 其中也新北360例最多 本土病例分布图台中台南市14号也变色 11个疫情严峻县市 颜色呈现深咖啡色 其中Omicron虽然轻症无症 占比99%以上 但中度确诊者再增盈利 60多岁的本国男性是中度感染 有慢性病死 没有COVID-19疫苗的接种死 邮件确诊人数日后恐追迁离 指挥中心宣布启动轻重症分流收治原则 将医院收治年龄提高到70岁 另外也受血液透析 中重症怀于36周以上确诊者 不符条件收治在集检所 防疫旅馆或回家隔离 轻症在家照护启动县市 目前仅限新北 为了让这个房间可以更有效的利用 原先的公布是只有两人一室的 这个收治原则 我们放宽到就是说 如果是家人同住者 或者是同行者 是可以让多人同事来收治 今年以来 国内新增6432例确诊 其中18岁以下 儿童青少年有1604例 病例里无重症死亡 看似不及需给幼童打疫苗 但指挥中心公布的美国数据 儿童确诊致死率也仅万分之一 但从打完疫苗后风险 成员大概是百万分之七到八 会过敏性休克 五到十一岁儿童也不到万分之零点一 李宾宁认为幼童接种疫苗依旧力大于弊 连疫苗专家小组召集人都赞成孩子打疫苗 目前由于辉瑞BNT送进教晚 还在审查技术性资料 而莫德纳已审查完毕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这种后续的调查要三天到五天 那就永远都落后 自主的应变 那大量的大家都能够使用社交距离的APP 其实这事件会在一天就完成了 本土疫情升温 卫福部长陈时中松口 人力疫调太慢了 需要三到五天 落后疫情传播发展速度 一天就多例感染 同意新北市长洪友宜 超过千例就不公布足迹的做法 鼓励大众使用台湾社交距离APP 借由科技计算民众是否与确诊者曾有过接触史 而且下载使用只要开启蓝牙 不用上传个人资料 各自问题有保障 指挥中心推动社交距离APP 未来可能有望可以取代实联制 那么现在我们记者进到这指挥中心里头 除了要扫实联制之外 必须同时开启才可以进入会场 不过要取代实联制 中央有个前提 目标的下载量要达到1300万 但是现在才近700万 还差600万 需要多一点时间才能够达成目标 但要是确诊者没有下载 这个APP真的有用吗 在社交距离这有一定的一个罚者 但我们不希望动用到现在的罚者 所以我们并没有这样来做公告 陈世中不会延迟 可以依照传染病防治法 要求民众下载使用 但是近日还是偏向鼓励部强求 记者实际上街询问下载的情况 就是有确诊者的话 就是开蓝牙 然后他就可以知道有没有结束过 接触或者在同一个空间 他就会提出那个讯息 常在使用手机的年轻人 都知道这个APP的功能 以及使用方法 反观年纪大的长者 就出现了抱怨的声音 那老人家的话 有的老人家 他可能不太会去用这个 那你就把它那一块 还有小朋友的话 那一块可能也就没了 就怕使用台湾社交距离APP 取代疫调 老幼成了疫情下被忽略的弱势族群 包括到的只有年轻人 造成防疫不够全面 TBPA新闻台北台中总和报道 未来当药局购买快筛试剂 也必须要出示健保卡了 比照之前的口罩实名制登记 而这项新政策呢 预计这几天就会上路 本土疫情升温 民众快筛需求提高 行政院宣布 正用快筛试剂 目标一个月四千万剂 目前各厂商已经停止出货 药局所剩库存不多 有人敢来购买 担心政策上路前的 这段空窗期买不到 因为我刚听到要整熟 所以因为我们公司也是 我也会害怕就是 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所以想说那每个礼拜要测一次吧 未来快筛贩售管道 仍会保留现有的市场机制 民众可以自行购买 另外增加公费快筛 以及类似口罩实名制 以固定价格配额贩售 由指挥中心统筹分配 售价渴望降到每季200元以下 在高风险的区域 我们就会发下去 让地方政府能够适当的运用 那未来我们也会用实名制来提供 那等于是普通他自己觉得有问题 或者就是要配合筛减的时候 他可以来使用 政府征用价格势必比市售价格便宜 要是担心恐怕到时候又造成抢购 尤其Omicron传染力强 排队可能增加染疫风险 如果你的实名制跟这个自由市场并行的时候 可能会 因为如果价格 譬如说差个三四成的话 其实大家都要去排队 那一排队其实又是一个感染的一个源头 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开放自由买卖 可是定一个天花板 增要快筛世纪 除了靠国内自己生产 还得仰赖进口 如何达到量足价稳 让真正需要的人都能用到 恐怕是一项考验 越来越多学校爆出确诊 现在北市还有一间学校的学生控诉说 他的同寝室室有确诊 却没有第一时间来做告知 导致说原本同寝室有六个人 但现在已经有累积五人染疫 确诊室有很不满 认为要是早点说就可以早点准备 确诊同学则解释 是因为当下卫生署桌等状况明确 再说明也有各种电话来询问 才会来不及告知 校方则说学校通报流程都以照规定 至于学生间纠纷不予回应 而其实类似状况在新店 一所国际学校 一名行政人员快筛阳性 后来PCR采阴 学校慎重起见 请人员在家办公 但内部人员也抱怨 资讯不透明 对此校方强调 绝对没有隐匿疫情 该被通知的人都会被通知 也请大家不要反应过度 校园疫情连环报 教育部公布最新停课指引 国小一下家长反弹声音最大 指挥中心记者会 教育部主密和指挥官陈时中 接力澄清 强调要在学校受教权 和家长照顾上取得平衡 县市政府要微调 教育部也尊重 我觉得OK 国际本身就是走工程的 我觉得这还好 还是会担心 因为主要小朋友 毕竟他们没有打疫苗 而且加上 当然就算打了三剂 还是会中 无论规定怎么改 如何避免孩子染疫 才是父母关注重点 TW新闻综合报道 人数真的非常多 到达了一万人 那个时候 我想有几个措施是必要的 命令未知的疫情 倒爆发前两天 中央才说 单日确诊有可能破万例 但只有这样吗 听起来就连苏院长都有确诊 大爆发的心理准备 这几天指挥中心 开口闭口 也都是举各国家确诊 爆发的情况 确实去了解 内部有再评估 若按照国外模式的群体免疫 需要国家人口的六至七成 套用台湾两千三百五十万人口 最低六成标准的化虚 一千四百一十万人 那若是照之前 陈时中曾说的六月底 有机会见曙光 等于五月以后 一天将会有十五万人确诊 大家都在拼全体免疫 所以要把这个疫调落实 那能够降低这个R值 就是我们在讲的R值 几个方式 不管是防疫的社交距离 口罩 还有疫苗 绿营执政县市首长都老神在在 但若真面临这天到来 现在赶紧要做的 就是把医疗量能处备好 轻症隔离准备好 毕竟要连任的县市首长 年底都有选举压力 所以王毅没有婚女跟我 也没有婚中央跟地方 大家一起来努力 因为面对了 其实台湾很小 你说有北到来 一天生活圈 难免都会有确诊的个案 隐藏在里面 都不希望在选战关键期 还有疫情烧 但未来这新常态化 还得观察民众的接受程度 TVB也希望李国生留听听台报道 各分局已经开始规划 要找出辖区内的闲置空间 一旦疫情爆发 就会让派出所远警 来这边分流待命 像是这个其中派出所 它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有些警察单位 已经开始分组分流 把上班时间错开 减少接触 若疫情太严重 才会开始实施 指定处所待命服刑 会选在辖区内 同样能马上抵达报案地点 在哪边一次的 在台北市场 另外去年就开始的户外报案系统 民众的门口就能完成笔录 不用进到室内 持续高规计执行 因为近期确诊远景增加 台北市警局统计至14号中午 松山分局4人确诊 8人隔离 万华2确诊 25隔离 大安和北投分局 则是各1人确诊 另外宝大和刑大也有案例 分级长他在整个警力的一个统所调派上面 目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果分级的警力不够的话 也可以跟警察局来申请 那分级之间的一个派手之间 他们也会相互来支援 目前台北市各分局派出所 还有办法互相调派人力 如果不够 市警局的报大交大会有支援人力 再不行 警证署也会调派保警总队过来 不会让警力有空窗问题 结告前 全台警察有60人确诊 113人隔离中 19人在家自主健康管理 而消防队也有4人确诊 隔离了20人 警销人员染疫 但工作业务内容关系到民众生活 全台警销无法因疫情而暂停上班 将随时调整人力支援吊派 绝部空窗 全副武装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大消毒 没看错这里是立法院 因为才有确诊者来着 而这个人是行政院国会联络科长 主要负责和立院教委会联系 那考量到这是一步 我们希望可以从需要公餐管理的角度来出发 就是这个场合 这名政院联络者 4月13上午才出席教委会公厅会 当天他就在台下了解状况 不少立委助理部会联络人都在场 下午回到行政院区后 进行PCR裁剪 行政院是在今天早上 接获该名同仁的确诊通知 随即行政院李孟燕秘书长 就致电立法院林志佳秘书长 真的非常临时 立法院贴出告示 说原本在一楼的会议室 开会虽然照常 但改到九楼 还是紧急用手写的 我没有去全程的参加这个公厅会 所以是不是会被匡列 可能要看之后 就是CDC这边 他们怎么去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 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困扰 这个联络人的性质 它是不自动的 它就只是来听 开会的内容 只是这样一来 政院确诊又加一 而且从12号三名驾驶 13号一公有 到14号建民国会联络科长确诊 总共五个人 由于他的办公室和交际科是同一间 交际科也和苏奎往来密切 但这把疫情的火看似越销越靠近核心 也让行政院立法院两院如临大敌 TVB是无愧李祖恒台北报道 疫情连日轰炸 新北市现在也只公布确诊数字 但真的能安心吗 14号新北新增360例 扣掉居隔音转阳48例 外线市相关台北基隆桃源 台中花莲金门73例 其实还有239例分散在辖内 找不到彼此关联 经济生活跟防疫要共存 要共重 那这个其实就是与病毒共存 个案是一定会继续上升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要照顾好中重症的患者 从最早的超前部署 到现在已经绝不上病毒速度 重点该摆在中重症 市府虽然不再说哪个区域严重 但足迹上或许能看出短泥 多家连锁餐饮上榜 细致逐渐过五 综合环球寿司狼 板桥圆摆藏寿司 以及路易莎综合板桥 两间门市 还有新装红会 Shopping Mode 也不是第一次被救出足迹 而且新北在8号到12号期间 本来都固定在145例上下 但13号暴增到264例 14号还不停 再攀升到360例 每天100100往上跳 民众心脏受不了 你话曲线起来的话 它像是一个 那个蝸牛在爬山的感觉 不像是一个悬崖啦 那当然不会言说 就算是平缓上升 还是会有它的最高峰 搞不好中间也会出现 意外变成转成指数也说不定 既然防堵不了外线市 侯友宜在记者会上不停强调 要透过居家照护来衔接上 而且规定也有所放宽 清证居家照护 开放同家户一起隔离 假设我是确诊者 除了需要独立的卫浴 不能共用之外呢 最多我还可以再同住四个家人 但如果像是这个房间 屏数比较小的 就无法同户隔离 新北清证在家上路第二天 就已经有150名个案 未来疫情走高 在家照护扩及全台 数字恐怕高得吓人 全台湾礼拜四 新增了874例的本土个案 其中次高就在台北市 新增了164例 然而几乎每两天 就新增确诊者足迹的 就是这儿 台北市的小巨蛋 卫生局最新公告 又有一名阿妹的粉丝 他在看完演唱会后 发现自己阳性确诊 在过去短短的机场演唱会 已经累积了16名确诊者 足迹都包含这里 虽然要很大声 但是呢 口罩还是要戴好 就是保护 保护自己 也保护大家 好不好 阿妹常常演唱会 不断呼吁口罩一定要戴好 演唱会足迹最新这里 是4月8号座子二D区 将矿27人区隔 发1万封足迹简讯 截至14号中午前 阿妹演唱会 曾有16位确诊者来过 矿内区隔340人 足迹简讯发39154封 但也不光这 最新向信义区 Barko酒吧 Friday's美式餐厅 松山区顶王光复店 德州牛排名声店 麦当劳南港研究院店 前卫中校店 大骨熟成烧肉中校店 中山区新光三越南西 葬寿司等等等 好几个感染回去 再传给亲朋好友 其中在酒店酒吧的 这个部分有新增加9例 KTV的这个部分 有新增加2例 大安区的某大学 有新增加2例 居隔期间转扬的有9例 北市短短7天新增个案 从54例 95例 破百例 115例 141例 如今164例 创今年来本土新高记录 其中 居隔转扬的只有9位 等于155明确诊者 在不知染疫情况下 四处啪啪走 不过 针对校园政策 北市除了国小壁吕 维持暂缓 国高中生 恢复壁吕 但得加强防疫 壁吕大型活动参与者 得打两剂疫苗 户外场地 也可以逐渐开放 确诊者持续增加 有症状 要注意 TVS新闻 中英伦日台北报导 宜兰罗东金元会馆 持续大门紧闭 暂时停业中 4月9号在这里 举办的婚宴 出现群聚感染 原本已经有6例个案 14号一口气 又新增了9例确诊 包含两名原警 以及一名幼儿园学童 那目前为止呢 已经有15个个案确诊 在不连外线市的 我们出动了非常多的团队 到不同的地方去做筛检 这场喜宴是退休原警嫁女儿 因此也有不少警戒人士参加 而确诊的现议员 宋王淑珍 也有出席这场聚会 警局部分有7位同仁参加 两位裁检后确诊 分别是大洲派出所原警 以及成功派出所原警 虽然暂停作业 不过派出所前设置临时值班台 请邻近派出所警力支援 宜兰目前三场喜宴确诊足迹 其他两个没有再新增个案 卫生局也再度呼吁 曾经去过喜宴的民众 都要裁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同口紧急贴出停诊公告 民众到了医院要看诊 到了才发现不能进去 不离花莲医院爆发院内群聚感染 14号花莲县府记者会 公布县内新增46例 但数字不止这些 因为不花部分院内扩大裁检 那79位我们的现住的 护理家民众 还有四位陪住外地看护 那我们目前得到的结果是 住民总共有48位的阳性 48位PGR阳性 然后外地看护四位 全部都是阳性 所以护家这个群聚 到目前为止 到今天早上8点的统计数据 是总共是52位 虽然公布是16例 包括四位清洁人员 三名护理师以及九位照服员 但扩大筛检结果出炉 护理这家部分48名住民 4名看护PCR阳性确诊 院内感染部分则筛出35人 确诊总共87位 还有部分结果还没出来 确诊数一下暴增 护理这家位置又在门诊 大楼二楼 跟一般门诊急诊靠得很近 因此才决定全院门急诊 全部暂停 住院病患不进不出 每一个人做好防疫 我想是对于医护人员 还有我们所有的家人 都是非常非常负责的态度 所以在这里 真卫要感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 谢谢 提醒再提醒 花莲县长徐真卫 眼看县内疫情持续发烧 只能呼吁民众加强防疫 直到14号下午的统计 花莲高中生染疫有6名 教职1名 县内国中小幼稚园染疫人数是45人 43位是学生 两位是老师 因此也宣布 全县国中小4月15号 预防性评课一天 家长可要注意 别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